一盤又一盤新鮮壽司 在旋轉盤上準備讓韜客品嘗 不管大人或小朋友都很喜歡 今年開春 基隆民眾卻發現 這壽司大戰即將開打 連鎖品牌杖壽司 14日將在基隆港務大樓開幕 而壽司郎也悄悄爭財 最快5月將在成績轉運站營業 因為基隆之前 我只有吃過東岸那邊那一間 所以新開的話應該會想吃吃看 因為通常都去往台北跑的 然後在基隆會很方便 實際攤開地圖來看 基隆市中心 除了原有的針仙、哈馬、壽司店 核心加入的杖壽司和壽司郎 彼此之間的距離走路不用10分鐘 讓喜愛吃壽司的民眾有多了選擇 沒有吃過 然後在日本蠻有名的 就覺得有新鮮感 杖壽司郎 為什麼 就是覺得選擇很多 然後還有扮扭蛋什麼的 就是很棒的 雖然消費者喜歡嘗鮮 但原本就標榜真材實料的在地壽司店 像是攔礙市場多家業者都沒在怕 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每間壽司店的特色不太一樣 像我們是做熟成魚的話就是 應該是還好啦 影響不大 因為吃起來味道跟魚種的品質都不一樣 客群部分的話 喜歡吃那種日本進口的一些海鮮 當然會去上壽司 因為他們既有客群 然後我們有台灣這邊在地漁獲的優勢 也有我們的客群 所以客群屬性比較不一樣 所以影響其實沒有那麼大 不是太擔心 而且我們地點比較好 我們有停車場直接上來 他們還要走到對面很忙 客群各有不同 主打的風格也不同 但對於消費者來說 有競爭才有選擇 才是最大的受惠者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